這個是我們今天要歡迎的這位朋友 很久沒有在螢光幕前面和大家見面的 萬沙浪先生歡迎 你告訴我 總統那裡飛來 海峽的前方 不知那裡來 沒有人能告訴我 海峽那裡飛來 海峽進去的狂 有方向 有悲哀 無非這樣啊 就叫他 這條條文 只很可愛 將愛就去愛 將愛競端 我們愛從哪裡來 從從哪裡來 謝謝 謝謝 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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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草的山 有我的愛 從從的禍是我的情 天上心 是愛人的心 我要去追尋 向爱的手要拉着轻 不变的铅向许日深 爱人心是天上的心 被吻笑抚平 阿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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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王小兰先生 謝謝 謝謝阿罗汉的舞蹈工作室 歡迎 歡迎 非常感謝你們兩位 好開心喔 謝謝大家 謝謝 真的很久很久 因為我們 在我們這一輩的印象裡面 我們是小時候 看到你在電視上面演唱這些歌曲 沒有想到 又看到了 而且今天還能夠訪問萬殺浪這個先生 真的很開心 因為小時候萬殺浪是我的偶像 所以今天特別開心 不過呢 我是想 因為可能收看我們節目裡面 也有很多的年輕朋友 是的 我們可不可以知道一下 就是你當初怎麼會進入歌壇 是不是你以前有參加過什麼合唱團 或者什麼被發掘 是的 這個早期 大概是20多年以前了 我想 你都還沒出去 那時候 我原來是在一個西洋歌曲的合唱團裡面 合唱團 因為當時台灣還有很多的美軍 所以那時候我們唱西洋歌曲 就沒有辦法在歌廳唱歌 都在當時美軍的俱樂部 演唱西洋歌曲 後來呢 被一家唱片公司的這個老闆發現 覺得我的歌聲比較特殊 所以呢 讓我嘗試唱國語歌曲 就沒想到呢 嗯 唱了電影《風從哪裡來來的》 就一炮而紅 哈哈哈哈 不過呢 像你這個《風從哪裡來來》 我知道就是 你原來不是唱這個主題曲 是不是 好像只是插曲 原來是參加他這個客串演出 哦 客串演出啊 牛仔 電影本身的名字就叫《風從哪裡來》 那麼那時候我們唱片公司呢 是 力捧的是兩位女孩子 我想大家都認識的 一位是鄧麗君 一位是尤雅 那麼因為 當時我們老闆不太了解 這個年輕小伙子 會不會唱歌曲 唱得好不好 所以 只是讓我唱插曲 後來呢 就是 這個李行李導演的 他們一聽了說 哎呀這小的歌 這麼好 有特色 這麼熊壯 應該把這個 這麼豪放的這個 帶有西部影片的 西部牛仔的那種 電影的 這個主題曲 讓他來唱好了 結果 就我拍完外景之後 回到台北 才進露營棚 唱這個《風從哪裡來》 透了一張這樣的唱片 而且聽說在那個時候 那樣的一張專輯 好像還是 好像是像合集一樣 對 當時我在台灣的 那時候沒有錄音帶 都是唱片 唱片 唱片的封面的一半就是 尤雅 一般是我 台灣版 對 在東南亞一帶呢 就是鄧麗君一邊 我一邊 基本上我們唱的歌 什麼《風從哪裡來》 《納魯灣情歌》 《美酒加咖啡》 你可知道很多 都一樣 是誰 男生是我唱 女生就是鄧麗君唱的這樣 不過這真的是不太一樣的歌聲 因為我們來聽聽看 《風從哪裡來》 鄧麗君小姐 鄧麗君唱的 我們回到 我在玩《風從哪裡來》 《風從哪裡來》 你走得真 послед 一遍 你走得真後 靠近的歌 響來 不过当时 那感觉真的不一样 对因为当时我们都唱 那么在东南亚呢 整个都流行了这首歌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轰动 大街小巷大家都会唱这首歌 当时同时期的歌手 还有姚苏荣 还有郭金发 陈兰丽 陈兰丽啦 什么流浪啊 陈丽丽好像 他那时候不怎么唱 好像演戏多 那时候演戏比较多一点 是不是 那其实像刚刚您听到这样 这第一张的这个专辑 跟这个台湾版跟尤雅 然后东南亚版跟这个邓丽君 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很首好歌 就刚刚您讲的时候 美酒加咖啡 你不知道我是谁 美酒加咖啡 我以为是邓丽君唱的 美酒加咖啡 那个女生的部分是他唱的 他帮我合音了 如果今天真的 《万沙浪大哥》来到节目当中 让我很惊讶的一点 是有一首歌 大家耳熟能详 竟然小样是我们《万沙浪大哥》所主唱的 哪一首歌 《爱你一万年》 现在在大陆非常流行 卡拉OK到处可以听得到 在台湾还是 台湾也流行 还是一直在排行榜上面 而且很多的歌手一再的翻唱 其实好像最先开始演唱的就是你 就是从古至今都很流行 没有说那么 从古至今 我好像很老了 这样子 这首歌在香港 这个叫阿B 他也唱了粤语的 那么我想最早的 国语的就是歌曲是我来唱的 我们今天也来听听看好不好 好的 《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 愿意爱你一万年 真的 好风吹起 细雨迷离 风雨解开我的记忆 我像小团 去到半晚 不能把你忘记 爱的希望 爱的回味 爱的往事难以醉 荒荒花卫 生怕忽畏 我愿为你祝福 我爱你 我心里属于你 今生今世不已 在我心中 再没有谁 难替你的意味 我爱你 对你处处正义 不愧照顾不定 你要为我再相依 我愿意想 我决定爱你一万年 我爱你 我心里属于你 今生今世不已 在我心中 再没有谁 带起你的机会 我爱你 对你处处正义 不愧照顾不定 不愧照顾不定 他刚刚也聊到 最近对这原住民的音乐 这么地投入 然后今天也穿着 全套这个 被男的服装 那是不是要在现场 为我们介绍 一首关于的原住民的音乐 我很希望 因为我这次回来之后呢 就是开始进行收集 比如台湾原住民的歌曲 他们的音乐 他们的甚至所谓的流行的这种歌曲 虽然外面不是很流行 但是在原住民的同胞里面 他们基本上个个都会唱 而且唱得非常的优美 我这次回来又听了很感动 我希望能够借我回来 朋友的支持 鼓励 然后推展这方面的原住民的流行歌曲 把它发扬光大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 我相信如果曾经看过电视节目 那么听过很多的原住民的歌曲 一定会有点耳熟 为您带来这首曲名叫做 山地小姑娘 山地小姑娘 让他们两位一样 谢谢 有一位美丽 一山地小姑娘 住在那高山上 天天马唱着那山地情歌 歌声是多么嘹凉 你带来开 之内献 在宾 不一样哪路啊 哪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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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哪路啊 谢谢 谢谢万山老师 谢谢 身体健康万山老师 谢谢